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自从风起洛阳播出之后 王一博的粉丝们已经陷入影片评级期很久了 各大视频网站更新的剧集不管热搜上了多少 就是没兴趣点进去看 就算把无聊来之际看了几眼 也会因为没有王一博在里面而很快退出来 对于王一博粉丝来说 各大视频平台充会员就是为了看王一博的剧 比如鹅场的尤斐、陈情令、奇异果的、风起洛阳 芒果的、陪你到世界之巅、人间至未是清欢 王一博没有出新剧的日子 粉丝们就靠着这些存货打发时间了 只不过,作为酷的代言人 王一博好像还没有一部剧是在酷播出的 除了永远在过沈路上的冰与火 这真是一部传着马上要播出 粉丝们翘首以盼 下一秒就被传出来需要再修改一下台词的剧了 作为王一博目前代播作品中唯一的一部电视剧 粉丝们对于冰与火的期待值是很高的 随着《长空之王》、吴明、近期不断地有消息传来 一会儿《长空之王》被央视6、央视13先后提及 一会儿、吴明、导演透露 影片已经在后期制作了 再加上已经明确知道 今年《维和防暴队》与吴明一定会上映 那么,宣传王一博作品的任务就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有才的粉丝直接换了裤的宣传界面 制作了一版全新的王一博啊 里面全是王一博的作品 以目前唯一的代播电视剧《冰与火》中陈宇作为版头 下面即将上映四个大字下巴 《维和防暴队》、吴明、《长空之王》 三部主旋律代播影片安排得明明白白 若是不想等待新剧播出的路人 有对王一博感兴趣的话 完结热剧那是按照播出的时间顺序 依次安排了 风起洛阳 有匪、抉择、陈情令 陪你到世界之巅 人间至未是清欢 供大家观赏 这宣传节目一出 真的是惊到了不少网友 都以为是真的 常年混迹在各大视频平台的网友自然知道 这宣传版面一看就是酷的 不少网友都跑到酷的界面 去求证确认了一下 不过最后都哭笑不得地回来了 毕竟想想酷 也不可能放出这些电视剧 毕竟版权问题 怎么可能播出其他平台的剧呢 回想一下 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在震惊之下 一下子忘记了思考 毕竟粉丝们这宣传节目 做得可真是太好了 要是真有这样的宣传节目 那可真是太好了呀 无论是看王一博哪个作品 都不需要费尽心力地去搜索 究竟在哪个视频平台了 直接一个王一博APP就搞定了 不过这也不得不感慨 王一博粉丝们的才华 这种宣传版面拿出去一宣传 不得弄混好多个路人吗 而且这样的排版 也是将王一博的未播剧 和已播剧更加完美地告诉其他人 比各种大字排版好记多了 那么 我们就期待着冰与火 维和防暴队 无名地播出了 争取将这张宣传版面中的即将上映 变成只有正在拍摄的长空之王